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4年2月14日,星期三 这个视频呢,有这么三方面的内容,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中国这个春节啊 现在成了一个国际节日了啊 但是大家就发现啊,有很多的场合用的这个节日的名称啊 我们有很多中国人呢,有点不满啊 我想来讨论一下这个名称的问题啊 同时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我们的新的铁卡俄罗斯啊 他们到底过不过春节啊 因为呢,我看到有些人说呢 白宫过得热热闹闹的 而俄罗斯呢,却没有什么动静 到底俄罗斯有没有动静啊 我们一会儿来讨论一下啊 那么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这个澳大利亚籍的华人 杨腾君啊,他被判间谍罪死缓的这个罪行的细节 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内容啊 这两天在网上流传啊 但是呢,我看到好像呢,台湾在找事啊 一个呢,是有一个电影人啊 他拍了一个纪录片 叫金门 今年呢,还被奥斯卡获得了提名了啊 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今天早上有一个重大的消息啊 就是有一个福建的渔船啊 被台湾方面啊,在金门这块呢 驱离的过程当中翻船 四个人呢,都落水还死了两个啊 这件事情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会儿来讨论一下啊 就这么三方面的内容 敬请期待啊 那么第一方面的内容呢 咱们就来说一下 今年的春节啊 与以往不同 为什么与以往不同呢 是因为呢,联合国第一次啊 把春节 给列成了联合国的法定节日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今年在全世界啊 有更多的国家在庆祝这个节日啊 那么白宫今年呢 也搞得非常的热闹啊 但是中国呢 中国政府啊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啊 并没有对美国啊 大张旗鼓的来过这个春节 给予任何的评论和回应 也没有报道啊 上一个视频我已经说了 有的人说呢 说白宫这么的大度啊 这么的包容来过中国的春节啊 中国什么时候能在中南海过圣诞节啊 那么我昨天就说了一下啊 美国呢 他这样他是别有用心的 然后呢 他自己啊 也有他自己的这个意图的啊 他有两方面的这个意图呢 中国是没有的 一方面呢 他会借这个节日呢 对中国进行这种 意识形态的一种挑衅啊 第二方面呢 就是他们国内的政治意图了啊 就是争取华人的选票啊 有的网友回应呢 是对的 现在呢 已经被列为联合国的节日了 所以呢 他争取的就不光是华人了 他争取的呢 还包括朝鲜啊 韩国呀 日本呀 越南呀 这些啊 同样也过春节的 这些国家的人员啊 和移民 以及呢 已经取得美国国籍的 这些亚裔人士的选票呢 这也是他们的意图啊 那么中国对于他的圣诞节呢 完全没有这些个意图啊 相反呢 美国的这个圣诞节呢 倒有一个到中国进行渗透 煽动 分裂 洗脑啊 拉拢 等等 这些意图啊 他们呢 会把圣诞节渗透到中国去呢 作为一个渗透工具啊 所以呢 中国对待他的圣诞节啊 和他对待春节呢 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啊 那么再说回到哈 就是以美国为首的 很多的国家和场合啊 他们在用春节 这个节日的名称的时候呢 他们呢 不再说 或者很少 有人还说是 Chinese New Year啊 中国新年这样的字眼啊 而是用这个 农历新年这样的字眼 那么我们很多的网友呢 就有意见啊 就觉得说呢 这就是去中国化啊 我觉得说呢 可能啊 我们只说可能啊 尤其是像一些 没有恶意的国家和组织啊 像联合国秘书长啊 副秘书长啊 这些啊 我认为 他们是没有恶意的 但是呢 他们也是用了这个 农历新年这样的字眼啊 并没有用 中国新年啊 为什么呀 我觉得呢 我们应该比较宽容的来看这件事情啊 因为现在要把这个春节呢 作为一个联合国 作为一个全世界的节日的话 你再叫中国新年 是不是就有点别扭呢 对不对 怎么全世界都过中国新年呢 而且呢 这个春节 也不光中国过呀 那朝鲜啊 韩国呀 日本啊 越南啊 不也都过吗 对不对 你要说中国春节 那这些国家怎么算呢 对不对 再又是呢 我们中国也没有把春节叫成是中国新年啊 我们也是叫的是一个春节呀 对不对 并没有灌上我们国家的这个名称啊 然后呢 就是如果说这个春节哈 在全世界当我们中国传统在这一天过春节的时候 全世界都在庆祝 你管他叫什么呢 对不对 他们不都是和中国一起来庆祝这个节日吗 而且他庆祝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如果呢 你去到其他的国家哈 你去越南看一看的话呢 就是在春节来临之前呀 他的市场上啊 已经在卖那些个相关的过春节的一些东西了 比如说福字啊 比如说春字啊 等等的这些东西啊 那么他们也已经在卖了 还有那些红灯笼啊 什么的啊 那么全世界在过这个春节的 甭管他叫什么 这是一个元素啊 和中国都是一致的啊 那么这件事情哈 我认为啊 大家不用在这个具体的叫什么的这个问题上呢 过分的纠结 他也没叫成一个美国新年 对不对 他还是一个奴隶新年 对吧 那谁用奴隶啊 还不是中国用奴隶吗 还不是这些国家可能 我不是特别了解啊 我根据他们这样说哈 我估计可能是像 韩国呀 朝鲜呀 日本呀 越南呀 他们也是根据农历的这个年历 来定的这一天来过春节 对不对 那么他们定的这一天 还不适合中国是同一天吗 是不是 只要是这样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 那如果有的人呢 他想啊 研究一下历史 追根溯源的话 那他能不能把这个历史研究明白 追根溯源 能不能溯到这个中国身上呢 肯定是能的呀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去计较这个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 这是关于春节第一方面的内容啊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有一些人呢 就是说你看啊 白宫呢 都把春节过得这么热闹 俄罗斯啊 中国现在新的铁杆 俄罗斯却没有任何的动静啊 谁告诉你俄罗斯没有动静的呀 那么现在我就来看一下哈 中国中央电视台呢 在这个大年初一的时候呢 就做了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呢 也被中国的官方媒体广泛转载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环球网 他转载的央视新闻 寇普端的这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就是俄罗斯莫斯科啊 首次举办大型的新春庆祝活动 我们来看看内容啊 他的内容呢 是这样 当地时间9日 那就是大年30开始 对不对 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支持下啊 莫斯科市政府首次 在市区多个地点 举行庆祝中国春节的活动 请注意啊 是这个莫斯科市政府首次啊 是首次 那就是说呢 之前是没有的啊 是哪一个是首次 是多地首次啊 还是莫斯科市政府组织是首次啊 这个呢 还值得推销啊 据我所知 我翻看了 以前呢 有些人啊 或者是大媒体 小媒体 或者是自媒体啊 所进行的 往年的报道啊 我看到在春节期间呢 在俄罗斯啊 不同的地方 也有庆祝活动的 也有的 和这个其他的地方和美国加拿大 没有什么区别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今年莫斯科市呢 他首次啊 在市区多个地点 举行了 庆祝中国春节的活动啊 说当天的主活动会场啊 是设在莫斯科最主要的一条街道 叫特维尔大街沿线的商业区 莫斯科市民 以及来自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民众啊 置身于充满中国元素的新春集市 可以看表演 尝美时 写书法 做手工 还可以购买从纸末笔宴到网偶茶具的各类中国商品和纪念品啊 有一个市民说呢 我们直观感受到的中国新年是那么的闪亮难忘奇幻呢 就像中国人一样 飞腾一般 然后另外一个市民说呢 我们的梦想是能去中国看看 今年这个梦想一定能够实现啊 第三个市民说呢 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 我们一般都会光顾中餐馆 我们喜欢中餐 因为中国饮食包含着中国文化 我们刚来到这儿 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欣赏 然后呢 下一个市民说呢 我们想体验一下中国的书法 想写的更漂亮一些 我们喜欢汉字 当晚呢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莫斯科市政府和市长盟室第一副主任 莫斯科市旅游委员会主席 以及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 共同出席了活动的亮灯仪式啊 那扎哈罗瓦说呢 龙年快乐 祝我们的中国朋友们 新年愉快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称杰好 那总台记者呢 在这个报道里面说呢 在几天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表示 在俄罗斯庆祝中国传统新年 已经是俄中关系中的年度现象了 今天我们看到现象这个词由名词变成了动词啊 现象体现在洋溢在每个莫斯科市民脸上的笑容 现象体现在侵入到每个俄罗斯市民心中暖暖的中国的年味啊 就很显然呢 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报道啊 俄罗斯的市民当提到这个新年的时候 他说的是中国年啊 那么在这个报道的镜头里面啊 我还敏感的看到啊 就是俄罗斯他们在广场上 因为俄罗斯他们很冷嘛 滑雪啊滑冰啊 这些活动是他们的民间常见的活动啊 在俄罗斯莫斯科广场上呢 他有一个溜冰场啊 我看到他溜冰场外面的那个儿童的那小车啊 儿童的小车 他就有两种动物形象 一个是熊猫 一个是熊 很显然的熊猫比那熊啊 要漂亮可爱的多啊 他就是两种 你说这是不是在俄罗斯的首都啊 广场上啊 不经意之间的就体现出来了这种中俄友谊呢 那么另外呢 我想提一下啊 昨天啊 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 转发了一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呢 是金一南将军的一段视频啊 金一南将军呢 他就讲述了一段往事啊 大约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 他呢 是去英国的一个军事学院进修啊 那么他以一个军官的这个身份 就去了英国的一个军事学院去进修啊 那么他去了以后呢 他们的一个教授吧 就主动的向他发难啊 说中国呀 不讲理啊 中国呢 没有这个契约精神啊 说中国呢 收回了这个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啊 这是毁约行为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啊 你们中国以前的政府和英国签订了一个条约 永久的割让香港岛给这个英国 然后呢 你们中国后来呢 又和英国签订了一个条约 永久割让这个九龙给英国 只有这个新界呀 是签订了条约说 租给英国99年 那你1997年的时候呢 你可以收回这新界 但是呢 不应该收回这个香港岛和九龙啊 那么我们的金一南将军呢 当时就回击他说啊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的时候啊 毛泽东主席就宣布说 一切的 以前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呢 一律都无效啊 在此基础上啊 就是你原来签订的那些 那都是不平等条约 那些呢 一概都无效 所以你所说的毁约这个呢 是不存在的啊 我们收回来呢 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我压根就不承认 那个割让的那个条约 因为它是不平等条约 你们是强盗 逼着我们签的 那个是不算数的啊 那么我就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 转发这个以后呢 有很多的网友表示哈 说这个哈 不平等的 我们应该收回 但是俄罗斯还跟我们签了好多不平等的条约 割了我们那么多的土地 什么时候收回啊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说收回啊 我想这么说啊 这些事情呢 都是要看这个时间点 要看时间点啊 一切事情呢 都不能蛮干 你明白吗 就是我们普通百姓哈 知道这一点啊 俄罗斯共也签订了一些这个不平等条约啊 强行的搁走了我们的土地啊 这笔账我们是一定会跟他算的 放心好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新年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哈 这两天呢就曝光了杨恒军 他的这个起诉书和判决书的部分内容啊 那么根据这个起诉书和这个判决书啊 现在就透露出来杨恒军犯罪的细节啊 那么杨恒军呢 说他是犯了间谍罪啊 那么在之前啊 自从他被捕以后呢 那么海外的这些反华势力啊 一直都指控中国 说是冤枉他 对不对 说是没有的事啊 敦促中国立刻释放 那中国可不会释放他的啊 中国抓他绝不会冤枉他 我一直都是这么坚信的 而且我坚信呢 就是中国还不是说哈 宁可错杀一千 绝不放过一个 不是 中国其实呢 我掌握你 一千个间谍呢 我只对你一个下手来震慑你 中国现在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朋友可能会觉得哇 有那么多间谍不抓 为什么就抓少数呢 这东西啊 是这样的 中国政府一定是有数的啊 他们的这个间谍活动呢 对中国其实 不会形成什么伤害 应该是这样的 不然的话 中国政府肯定是不干的 就是说不形成伤害 不形成严重伤害 但是他仍然是间谍罪啊 什么叫间谍罪啊 间谍罪就是你在中国偷取情报 然后给中国的敌对势力啊 对不对 那么今天呢 杨恒军的起诉书啊 就透露出来了啊 今天很多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对不对 这个起诉书当中呢 比如说哈 现在根据其中的一个啊 就是法广的一个报道啊 法广的这个报道说呢 说北京法院日前 以间谍罪判处 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军死缓 而根据网传的一份起诉书啊 控方指控杨恒军 曾向台湾披露40份机密啊 收取间谍经费合计大约 港币440万元 后经中国国家保密局鉴定 杨恒军交付给台湾的40份机密 其中31份是属于绝密级的 9份呢 则是机密级的 这就是呢 这两天啊 在网上传的这份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啊 就是她呢 从1994年到2002年期间啊 她曾经啊 指使她的女友叫吴燕燕啊 在香港邮寄投靠信 给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接受台湾军情局干员交付的搜集和提供情报的任务 并且 佩附化名江平及专用联系地址 这个起诉书说啊 杨恒军啊 则是 借由在海南省国安厅工作之便 借阅并且拍照 拷贝 机密文件 同时制成录影带或者储存于电脑磁盘 更多次的与台湾军情局干员在香港等地见面 总计她先后交付了40份文件资料的录影带与磁盘 收取间链经费超过22万美元和港币172万元 新台币689万元 和超过270万港币 她收取了美元 还收取了港币啊 这个呢 就是杨恒军的犯罪事实啊 那么之前的时候呢 有西方的媒体啊 天天说中国是冤枉他们啊 然后呢 现在这个犯罪事实公布以后呢 他们就牙口无言了 像我前面说的 中国绝对不会冤枉他们的啊 那么澳大利亚一方呢 他们一开始说特别愤怒啊 说是特别震惊啊 一定要把这个杨恒军啊 要回来 那么后来他们表态是什么呢 他们就表态说呢 以两国关系为重啊 不要影响到两国关系啊 这就是怂了呀 这是怂了呀 那个表态呢 就是一个表态而已 对不对 他不会说死其白泪的 为这么一个间谍 而去和中国去撕破脸 根本就不知道 这就是个间谍啊 那么同时呢 我还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啊 说他这个女友呢 也是同样被以这个间谍罪 另案处理了啊 现在还没有判 那么刚才我所给大家念的这个内容呢 这里面不就是吗 94年到2022年 他曾经指使他的女友吴燕燕啊 在香港就帮助他寄什么投靠性什么之类的啊 这都是同案犯呀 对不对 那么中国政府呢 在结束了杨恒均的这个案件以后呢 会对他这个女友的案件呢 接着会进行处理的啊 那么西方的那些政客呀 还有一些媒体什么的啊 他们一贯的就会呢 在没有搞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呢 就对中国政府呢 进行这个带风向啊 给公众一个误解啊 觉得中国政府好像冤枉好人似的 好像是政治打击似的啊 那么事实上呢 当事实水落石出的时候呢 他们却不出来澄清 对不对 就跟以前那个大骗子王立强啊 那王立强他那骗人的伎俩 其实并不高明 但是呢 澳大利亚的那些反华媒体呢 就借用那件事情呢 大肆的进行炒作啊 那么到最后呢 根据中国政府所公布的那些证据材料啊 那个王立强他就是个骗子啊 现在王立强呢 在澳大利亚都被澳大利亚起诉了啊 他在澳大利亚还骗了别人啊 像这样的事啊 一起又一起啊 西方的媒体呢 就是他们一点都不觉得什么啊 我就觉得你一次一次的被打脸就不觉得什么 他们不啊 他们的脸皮是相当的厚的啊 就是这件事啊 他被打脸以后啊 他就摇摇头就好像这事没发生一样 他们一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不像咱们中国人啊 中国人就觉得说啊 特别的自责啊 或者是道德洁癖啊 我们是不会去做一些啊 明摆着呢 没有事实 明摆着是谎言 明摆着是欺骗呢 还跟那儿煞有介事啊 还跟那儿好像说的义正言辞啊 中国人不会这么做 然后我们再说呢 第三件事情啊 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这个奥斯卡呀 一年一度颁奖呢 又要颁奖了 三月多少号要颁奖了 那么最近这两天 他们就确认了奥斯卡候选的这些作品啊 其中呢 有一个关于中国的一个纪录片呢 入选了今年的奥斯卡奖啊 那么他的名字呢 就叫金门 是一个19分钟的一个短片啊 那么这个短片呢 我看了一下啊 这个短片呢 作者啊 我感觉他是一个呢 你不能说是台独吧 但是呢 他是倾向于啊 台湾不和大陆同意 他是这样的一个 他是那种啊 倾向于不统一的这么一个啊 拒绝和大陆统一的 这么一个电影从业人员吧啊 拍了这么一个纪录片啊 据他纪录片的介绍啊 他好像是到美国留学去 到美国籍了吧 他们在美国生活是 我忘了多少年啊 得有个20年左右吧 挺长时间的啊 反正十年以上啊 但是疫情期间呢 他就回到了台湾 回到了他父母那里啊 那么他现在在台湾啊 现在呢 也已经都四年了 那么他这个片子啊 他所反映出来的呢 就是说两岸是怎么回事 你想想他在19分钟啊 两岸呢 就是说啊 国民党啊 在大陆战败了啊 然后他们就跑到台湾去了呀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国民党政府呢 还来教育他们这些个 在学校里教育这些学生呢 或者说呢 给民众呢 也有很多的这种宣传啊 说我们要反攻大陆啊 然后呢 他就说 后来呢 慢慢的 他们就不提了 那么两岸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不接触的 后来呢 突然有一天 哎 两岸就恢复了这个交流啊 恢复交流之后呢 这个作者呢 他也去过大陆啊 他也是搞这个电影 这方面的 他在大陆呢 曾经也拍过一个什么纪录片啊 没有被大陆的文化部门批准 那么为什么没批准呢 他没说啊 那么我估计这里面为什么没批准呢 可能是他的内容正向他现在这个内容似的啊 他在这里面的内容呢 他是倾向于呢 中华民国仍然是一个合法的政府 合法的政体啊 如果你出现这个的话呢 那中国大陆肯定会不批准你了 那么他在这里面又说啊 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金门这边和大陆那边呢 离的是非常近的 那么两岸之间的交流呢 到疫情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 到现在呢 也没有恢复啊 然后呢 他就是说 金门人是怎么看的呢 金门的民众就认为呢 大陆啊 不可能来武力攻打台湾的 是不可能的 金门的民众说 你美国你不要老在这挑事啊 大陆不会打我们的 美国请你闭嘴 如果你闭嘴就没事啊 如果你不闭嘴的话呢 就听起来好像有事 实际上没事 金门人是这么看的 所以我就看他这个小片子啊 他里面呢 有一些用语呢 很显然是不符合中国政府啊 能够确认的一些个用语啊 比如说啊 中华民国啊 比如说这个台湾的主体啊 什么的啊 这些是不可能承认他的 对吧 但是呢 我觉得他这里面呢 他也客观的说出来了 两岸是怎么分离的啊 任何一个人呢 如果看了这个片子就知道啊 原来这个台湾啊 他不是说从来都和中国没有关系啊 他本来他就是一体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中国会不会武统台湾呢 在金门人看来呢 他是不会 为什么说现在都老觉得台湾海峡 就危险中国要武统台湾呢 那么是因为美国老跟着逼逼啊 如果一个人呢 比较客观的话啊 来看待这个纪录片啊 愿意来接受这纪录片的内容的话 我觉得啊 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所以呢 这个片子在我看来呢 还不是那么的反动啊 那么为什么会受到了奥斯卡的青睐呢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凡是美国青睐的啊 他们一定是没憋着好屁 对不对 他们也肯定是没憋着好屁了 那么这里面呢 也许他们没有啊 彻底的吃透 他这个小纪录片啊 那么在他们看来呢 就是美国的民众呢 看完这个片子以后呢 就认为中国大陆是邪恶的 他这里面也有用这样的用语啊 他说呢 善良和邪恶的对决啊 好像他就是说 善良呢就是台湾这边啊 或者中华民国 邪恶呢就是中国大陆啊 他有这样的一些用语啊 我想呢 奥斯卡可能是看上了这一点吧 还有呢 我在前面说的哈 今天呢就有一个报道啊 就是这个新华社啊 北京2月14日报道 说14日的下午啊 当地时间14日的下午 福建一艘渔船 在金门海域被台方去离 导致船上四人全部落海 其中二人死亡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我们对遇难同胞及其家属表示亲切的哀悼与诚挚的慰问 对春节期间发生这样一起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的恶性事件 向台方表达了强烈的谴责 朱凤莲指出 多年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为保障两岸渔民正常作业做了大量工作 特别是在沿海多地设立了台湾渔民接待设施 为台湾渔船和渔民提供避风补解 抢险救助等相关的帮助 反观台湾方面 一段时间以来 民进党当局以各种的借口 强力的查扣大陆渔船 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对待大陆渔民 这是导致这起恶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朱凤莲表示 我们强烈要求台方立即查明事件真相 协助遇难渔民家属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我们正告台湾有关方面 要尊重两岸渔民在台湾海峡 传统渔区作业的历史事实 确保大陆渔民人身安全 切实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很显然这件事情没有造成大陆动武 那么我就觉得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这不是挑衅吗 这不是挑衅吗 为什么会来挑衅呢 台湾当局难道说 就不怕大陆借机动武吗 对不对 我觉得台湾当局应该怕吧 有的时候他们也挺克制的 比如说大陆的那些个军机绕台什么的 其实他们挺克制的 他们就是不希望大陆动武 但是为什么这么挑衅呢 其实大陆如果是借机就动武的话 也是可以有的 对不对 毕竟历史上有很多的战争 都是因为一个小的冲突的发生而导致的 对不对 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一些 咱们台湾同胞就希望两岸赶紧统一啊 不希望中国大陆磨磨叽叽的 会不会这部分人制造了这么一个事端呢 来促使中国大陆进行武统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会不会有 大家认为呢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